再多的知识也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 2000年以来 佛教始终在教我们做一件事 明心见性 过好一生 这就是佛教文学的终极命题 这是一个如太平洋一样浩瀚的领域 传统的佛教文学 主要由诗词 登陆 诵古 民间故事等几部分组成 作为作者 我的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在沧海中选取一宿 本课准备以佛教诗词 这个佛教文学中的小领域入手 抛砖引玉 诚安抚赵瑞明 试敬珍 海沸江沙 水接连 民居冲荡 意犹间 头身直入龙宫去 要止惊涛 浪拍天 这首诗的作者 在佛教史上并没有名气 他叫士敬珍 姓氏 生平 都不详 是古秀州的僧人 就是当时南宋的嘉兴府 敬珍大师 后世几乎无存资料 他不属于五家七宗 他是华严宗的僧人 该诗写于 嘉兮三年 就是公元1239年 乾堂江打水 这年的大水 在乾堂章水灾上 是有名的 当时 敬珍写此诗 呈给安抚使赵瑞明 然后当众投疆殉难 所以这首诗 是绝命诗 属于佛教 诗词三境界中 最高的一层 无畏境界 后来赐号 护国敬珍法诗 这首诗的背景 就是浙江 乾堂江 大吵倒灌 造成大面积洪灾 受灾的人很多 民众困苦 我们来拆诗 第一句 海沸江沙 水接连 这句诗看着没有什么 其实这句诗里 有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 因为这句诗可以写成 海沸前江 水接连 这个海沸江沙 水接连 这个沙字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我们学理工的人 解诗就会很讨厌 美都解没了 近代以前 乾堂江大坝的 修筑方式 一共进步过四次 历道元在水晶柱里写 唐朝以前 乾堂江大坝 是用土塘 抗冲击能力很差 经常绝口 极致唐末 从五代开始 乾堂江大坝的 筑坝方式 第二次进步 就是第一次进步了 叫做竹笼木桩堂 就是把大竹子 劈开 编成笼子 在笼子里头 放上大石头 在江坝上 钉一种叫 罗山大木的桩子 就构成木桩镇 然后把笼子 扔进去 长树杖 横为唐 这种大笼子 扔进去之后 它石头之间 是有缝隙的 怎么办呢 填沙子 令朝不能攻 所以知道为什么 这句诗叫做 海沸江沙水接连 是因为这一年的水 实在太大了 已经把笼子 缝隙里的沙子 都冲掉了 那罢了吗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水坝 大面积出现了 管涌 就是沙子一漏 这头大 那头小 就管涌了 管涌问题 实际现在大坝 也解决不了 都是埋着光纤 来测英里 当时就更解决不了了 因为它这种 驻坝方式 第二句 民居冲荡 一游间 这没有什么 这就是一句大白话 第三句 头身植入龙宫去 这个龙宫 我们是有概念的 就是长安寒经 龙鸟品里 说过这个龙宫 大海底有龙汪宫 纵广八万游巡 就是十一公里游巡 八万游巡 就是这个 八十八万 公里 周长 宫墙七重 七重罗网 七重行术 差不多就这样 他头身植入龙宫去 找谁呢 龙王 不是 龙王不管水灾这个事情 龙有四种 守天宫 一种 星云至宇 一人间 一种 我们日常说的龙王 是第二种龙王 星云至宇龙王 第三种 叫地龙 地龙是干什么的呢 开疆绝敌 第四种龙 叫守护福藏 就是专门守护佛教福藏 所以 他头身植入龙宫去 是找这第三种龙 叫地龙 这里我们就多说一下 这个龙的概念 佛教里的龙 实际不是印度的 是中国传过去的概念 印度里的龙 其实是大蛇 印度有关龙的记载 最早建于龙术 在公元二世纪 所写的制度论 他印度本身没有龙的概念 梵文里 龙这个专用词 和大象的象 这个专用词 是一个词 它是表示一个意思 所以在古印度梵文里 龙就是象 象就是龙 入龙宫这个概念 了解大乘佛教的都知道 龙树大师 他就是去龙宫求法的 他当时进了龙宫 又活着出来了 传说靠的是 大孔雀明王咒 当然这只是传说 但是为什么静真大师 也敢跳进龙宫去呢 我们前面提到过 他是华燕宗僧人 我们提到过华燕的禅官 是什么呢 法界圆荣官 他的理论是法界圆荣 时空是可以交错的 空间也可以交错 法界之间互相包涵 所以根据这个理论的华燕禅官 他在宗教实践上 就具有了空间的穿越性 和时间的穿越能力 这是他的理论指导下的 当然了 这只是我们的猜想啊 就是大师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相信大师还是一个人 他是有理智的 他是知道跳下江的后果的 第四句 要止惊涛浪排天 果然 他跳下去之后 浪就止住了 根据旧嘉兴辅制的记载 士敬真法师 跳海找龙王理论三天后 潮水渐退 恰在这个时候 老百姓就发明了 就是第三次的进步 前唐将的筑潮方式 所以士敬真跳海的时间 在历史上 是有非常准确的时间点记录 什么时候 嘉兮三年 乾唐将大潮 退去之后 公元一二三九年 这一次 乾唐将的筑潮法 叫做石屯木箱法 就是用竹子 做架子 盯上木板 做成一个箱子 然后整个乾唐将下架子 让里头一个一个放箱子 就跟盖房子一样 先做好框架 然后放木板整合的集装箱 这次抗洪抢险 就在士敬真大师 跳海之后 牺牲自我的这种精神感召下 取得了胜利 这种筑坝方式 也一直延续到清朝 根据后来大明高僧路记载 三天后大师回来了 跟百姓告别 说说服了龙王 不拉不拉不拉 大家欢天喜地 大师就跳回海里了 我相信这是一个 民间美好的传说 后来在杭州 据说有他的词 建了他的词 宋礼宗赵云 封他为护国竞争法师 我们来做这种诗的五解 不诗 作为六度之首 有三个层次 财不失 法不失 和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 就是让众生不再感到畏惧 让无助的人得到依靠 让恐惧的人得到勇气 让绝望的人生出希望 这就是无畏不失 普贤菩萨行愿品说 菩萨以方便力 为我们在不危极难中 能施以无畏 无畏 就是菩萨的大悲精神 无畏精神 说到底 就是一个字 舍 一般的不失 是因为有德 才有舍 对吧 大家有人去修财不失 为什么 修财不失得富贵 有人修法不失 为什么 因为修法不失 得智慧 不是 修财不失得财富 修法不失得智慧 修无畏不失得什么 得健康长寿 这种不失观 是第一层次的三不失的理解 所谓大悲 为之以大 就是舍到一切都能舍 生死都可以舍掉 让一切众生因为你有依靠 有勇气 有希望 这就是菩萨说的 失一切众生以无畏 少许过去 不是 分 我 摇 摇 摇